Hello 大家好 我是滴答 今天我现在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大学 话说其实我已经来台湾念了差不多四年多了 所以我一直都蛮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在这边的一个校园 特别是我记得很多香港的学生 因为九月要开学 很多人其实报名要来台湾读书 我今天这个Vlog想给大家看一下大学的校园 还有在大学吃一餐究竟其实是要多少钱呢 便不便宜呢 便宜过香港很多呢 事不宜迟 事不宜迟 Let's go 其实一进我的校门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右手边就是这片草地 我想说它其实以前是一个篮球场来的 那时候还有蛮多小鲜 又会在中文的时候打篮球给我们看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就在上一年吧 然后就被学校拆掉 整个篮球场现在好像变成 搬去那个垃圾场的后面 就是一个你这样看不到它的地方 然后这片地呢就变成做了一个 小小公园 它可能是想给大家有空的时候 坐下来休息一下的一个地方吧 高学研究大佬 研究里面呢 你就可以读通识课 你知道在台湾哦 我们要修很多个学分的通识课 她是英国留学的Berenda老师 号称通识课萨嫂 每次都会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刁难我们 读五个大范畴的课 接下来读完通识课之后 你另外还要去收体育堂的 没错 在台湾你一读大学 你是必收的 在台湾你一读大学 因为呢我在台湾是读艺术大学的 那所以这边通常就没有那些 传统大学很正统的那些 什么会计啊 读经济啊那些是没有的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边 这个呢 戏剧学系呢 我那时候其实都很想报的 因为你见我都有一点表演用 是不是 是吗 哦 这个叫国乐系 传统的中国的古典音乐乐系 那些乐器啊 琵琶啊 哒哒啊 然后每次经过呢 有时候听到他们在里面表演的 这条蚤蚤漂亮啊 如果你有看《天都变快》的影片 你会发现这条组长是常常非常出现的 因为呢它也是我们大学 我们觉得 哇 这算是还蛮漂亮的一个场景 对 没钱了 诶滴答啊你来台湾念书 然后这边呢 这些有那些音乐系 这些是很西方的样子 这边有那些光琴啦 还有光琴啦 声乐 声乐 哒哒哒哒哒哒哒 你这样管好重音耶 应该咧 因为我觉得它有 它有人的感觉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我比较很怕那种很死气沉沉 这么大的地方死气沉沉 因为每次听过有人在唱歌 有人在 我喜欢 有人会知道我的感觉吗 所以我每次啊 吃饭啊 洗澡啊 我都要播着一个综艺节目的声音在听啊 就 我不喜欢太安静 这边呢 这边呢 就是舞蹈系的地方了 我曾经呢 上过去的 但是 有人以为我是跳舞啊 哈哈 蛤 我真的要重点介绍一下这个 因为每一个大学啊 都会有一个Seven 然后Seven呢 是有折扣的 目前我们好好的嘛 八五级 我这间超大啦 电影机里面有很多款食物啦 有很多货在里面啦 还比出面那只Seven 我不是推荐你们过来买啊 没事没事 当中没有听过 不要过来跟我们抢啊 拜拜 OK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哇 这个这个这个 我的学校啊 电影校啦 广电校啦 都在这个大楼里面 有很多我们上课的地方 还有一些摄影棚都在里面 其实那边总有一些大楼的 那边大楼就是 有些图文系啊 美术系啊 书画系啊 都在那边的 他没还是我没 再直行前面 就是我们的学餐啦 那这也是我今天呢 要给大家看一下 究竟 在台湾我们学生餐厅 吃一餐 究竟会有多便宜呢 立刻进去吧 Let's go 我给你们看一下平常 很受欢迎大家来点的 就是这个自助餐 那我平常呢 是怎么吃的呢 就是给你们看一下啊 这要大公开我的食量了 有没有 好的 这样 平常就只吃这么多 我们看一下多少钱 骗人不眨眼 没有了 看一下应该被骂了吧 正常我就夹 有菜有肉 然后跟他们要一个饭 有没有 这样子就可以吃饱了 平常就是这样 我们看一下一顿 这样子要多少钱吧 要什么 要红米饭 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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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 七十 对啊 看一下啊 这个是摩卡夹的 摩卡夹的 摩卡夹的夹的夹多少钱 五十七 五十七 比我便宜耶 我刚刚算了 我这里是七十块嘛 七十块 所以大家终于收到十八个多 差不多二十块港币 我觉得是很便宜的 对我们来说是很便宜的 因为我们还可以这么多个菜 然后呢 台湾来说 他们的自助餐和香港自助餐的定义是不同的 因为这边的自助餐是真的 很多个菜 你自己去夹一夹 然后呢 譬如学校就是清 但是呢 外面呢 都有一些店叫自助餐 那些呢 就是 你每夹一款送 就每一款和你计钱 所以是有不同的 好好清理 就比较便宜 对啊 不知香港的大行 是不是都是这样 有些自助餐 给大家夹的呢 可是呢 我觉得我们学校有一个缺点 就是 我一开始大夜的时候 看到这个自助餐 我是整个疯掉 就是Oh my God 又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东西 又有这么多好菜 又在自己夹 觉得我差不多 再过了几个礼拜后吧 我真的会吃到想咬 因为那些东西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然后呢 我们学校是没有其他食物 学校附近是没有其他点吃的 有很多大学非常的开心 像福大啊 台大 斯大那种 旁边有超级多的商店 可是我们学校不经是没什么商店 所以到后面呢 其实我也很少再吃它 我超少吃 我后面就变成我会吃Saven 其实Saven也很熟 因为台湾Saven在买多东西才可以买 都可以买 变成我 变成我 耶嘿 我们刚刚已经吃完我们的午餐啦 然后呢 我刚刚听到一个非常夸张的东西 因为她刚刚已经吃50几个台币了 可是呢 她刚刚说到后面那个女生是吃了多少 30 30几台币 你知道吗 可能你不到10元的鸡 可以吃了一餐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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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吃E.T了 我散了 那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吃饭吗 吃饭吗 吃饭吗 吃饭 吃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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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呢 10元啊 说到什么 10元啊 10元啊 然后它其实是吃饱的 你看下去 它好像有三四种菜 好像挺丰富 应该吃得饱 其实是哦 就是在这里啊 夹就是你可以控制 到底你要吃多便宜 还是你要吃多豪华都可以 这个菜夹少一点 但是可以夹很多 这也是我们的雪餐啊 这也是我们的雪餐 然后呢 我们的隔壁这条路了 其实已经看到了 就是我们的后门 我们看一大了 说实在是大家的口中 都是知道非常小的大雪 就是呢 你前门走到后门呢 不用五分钟了 就可以走完整个大学了 跨不跨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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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学的时候 我常常觉得 只是太小了吧 因为我们可以拍遍的地方 就只有这样 可是呢 当我去过像是台大这样的逛逛 我就发现他们 你要去一个地方 你搞不好你要走半小时以上 要如果你在宿舍走去你的 那个上课的地方半小时 然后你忘记带一本课本 你要走回去半小时 你要走回来半小时 你要走回来半小时 其实我们这样塞 都要塞个后续啊 是啊 大大的好 小小的好 我们今天这个介绍呢 就差不多是到这边啦 那拜拜啦 拜拜